中国夺回来的宪宾礁 为何至今还不进行天海 背后原因曝光让人意想不到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宪宾礁位于中国南海南沙群岛之中 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宪宾礁地理位置优越 海域面积广阔 这里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和海底 石油天然气资源 同时也具备潜在可以开发的绿色能源资源 和旅游开发资源 还具备重要的战略资源 中国如今已经收回仙宾礁好多年 如果我们在仙宾礁造陆 绝对能遏制菲律宾的给予之心 为何迟迟不进行天海造陆呢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讲讲仙宾礁的故事 仙宾礁地处中国南沙群岛中部偏东的位置 在五方礁的东南侧 属于五方礁东南礁上分布礁块的总称 仙宾礁周围海域的深度在环礁的外围急剧增加 形成了陡峭的礁坡 在仙宾礁的北部 可以找到立新礁 其东侧是中山礁 而南边散布着几片小礁石 在仙宾礁的西部 似乎有一块小型沙洲 自古以来 仙宾礁及其周边海域 就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 据史料记载 早在唐宋时期 中国的海上贸易就非常发达 而南海是连接中国与南亚 中东东非等地的重要海域 当时的船队经常利用这一地区的岛礁 作为航行的标志和停靠休息的地点 仙宾礁可能就是这些古代航海家的足迹所致 历史上 中国人对南沙群岛的发现 命名 使用乃至于行驶行政馆 狭有着悠久的历史 明代以来 中国的地图就明确标出了这片区域 二十世纪以来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海洋资源的重视 仙宾礁及其周边海域的战略位置更加凸显 不同国家对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提出了主权要求 仙宾礁的地位和利用也随之成为 菲律宾寄予的地区 其实早在1935年 我们就将其命名为了西宾纳礁 1947年公布名称为仙宾暗沙 中国渔民则叫它渔林 因为仙宾礁古石就是渔民避风避浪的关键避难所 到了1987年 中国的南沙科学考察团在对南沙群岛进行全面调研期间 在仙宾礁以及其他多个岛礁上建立了研究标志 由此可见 仙宾礁是属于中国的领土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仙宾礁地理位置十分关键 是非方巴拉望岛前往仁爱礁的必经之路 而非方船只有一项是自巴拉望岛出动执行运送不给的任务 如果仙宾礁阔建工程圆满完成 岛屿便可以设立我们的防御人员 此后菲律宾在南海区域内的任何活动都将处于我们的监视之下 也可切断菲律宾本土与其非法占领的南海岛屿之间的补给线 加上仙宾礁位于南海的核心位置 仅邻几条主要的国际航道控制了通往东亚的重要门户 这里是全球最繁忙的海上通道之一 每年大量的国际贸易传播通过此区域 因此牢牢控制仙宾礁 就等于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南海的咽喉药道 这对于维护中国的海上通道安全至关重要 而且仙宾礁附近丰富的油气和渔业资源 对中国的能源安全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根据估计 南海藏有数十亿吨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这对于资源需求日益增长的中国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通过有效控制仙宾礁 我们不仅能保障这一区域的资源开发权 还能在全球能源市场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如果中国对仙宾礁进行吹田 也是构建中国海上防御的重要一环 在田海造岛领域 中国有丰富的施工经验 并且拥有掉机各种资源进行建设的能力 在前几年 我们已经建成了如永兴 美济等岛屿 而且每个岛屿都修建了机场 雷达等设施 为中国保护其国界和抵抗外来干扰 提供了坚固的支撑 一旦仙宾礁拥有了机场和港口 中国就能快速部署防御力量 进行有效应急响应 从而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我们都知道 菲律宾巴拉旺岛有美军基地 而仙宾礁和巴拉旺岛只有约160公里 未来如果建成 也可以对菲律宾本土进行威慑 仙宾礁位于美济岛和仁爱礁东侧海域 整个礁盘称西北向东南走向 西北至东南长23公里 宽约7公里 礁盘总面积为84.2平方公里 仙宾礁战略位置优越 距离仁爱礁55公里 距离巴拉旺岛135公里 一级可吹 田面积达到30平方公里以上 现在南沙最大的人工岛 美济岛面积为5.7平方公里 一旦建成将于美济岛对人矮礁上的破船 形成包围之势 分担管理和监视的压力 同时还能够有效控制南部区域岛礁 一旦仙宾礁尽要进行田海造陆 我们可以相对有限开发的一个方案 该方案选择在仙宾礁北部的 礁盘区域进行田海造陆 而南部海域的大片礁盘保留 原来的样貌或者作为 未来二期开发区域 该套方案针对吹田区域的 不同功能分出了四个区域 一区打造成为先边交行政区 海上救援医疗中心 渔船停泊区域 渔民活动区 物资补给供应区等区域 二区修建一条2600米飞机跑道 以及机场和配套设施区域 三区建立全军事化区域 同时设置图书馆 体育馆 电影院 蔬菜刮果大棚区 军港口码头等设施 四区设置海景和渔政管理区 科研基地 新能源发电区 供水部水站 鲜宾交第一套锤填射想方案 鲜宾交的第二套锤填射想方案 将鲜宾交分为北部 中部和南部三个区域 以及细湖来进行划分 北部区域 北部区域设定为军事专用区域 这里将规划打造军用港口 军需补给区 飞机跑道以及机场 军事雷达区 驻军基地 军区医院 体育馆 篮球场 足球场 电影院 图书馆 商店 发电厂 汛水区等设施齐全的军事化区域 中部区域通过修建一条跨海大桥公路 与北部区域相连接 在东南部与南部区域保留一个进出入戏湖的主要海上通道出口 中部区域打造成为海景 于正和科研和民间海上救援的主要功能区域 同时修建直升机停机坪 南部区域为远期规划区域 这里将规划打造成为仙滨岛行政区设置蓄水区和新能源发电厂石油天然气开采公司 渔业管理区同时打造渔船维护基地 同时增加员工生活设施区域 电影院、银行、图书馆、商场、广场、体育馆、游乐园 大棚重量直击的等民用场地 西湖北部区域为军事管理区域 西湖南部为渔船、火船、不济船等船只的避风岛湾区域 仙滨岛的吹田工程一旦建成将与美济岛对人爱交形成战略包围作用 建成之后也可以为中国在能源开发 特别是海底石油天然气开采以及科学研究等方面的探索 深海与业氧质发展等多个领域形成重要影响 现如今 中国已经在南海填海了七座岛屿 集中美济岛则成为了海洋科研的引领者 充当着海洋科研基地的角色 针对南海的生态环境展开深入研究 无疑是在为保护这一片海域贡献力量 它所开展的海洋生物研究、气象监测 无疑对整个南海生态系统的保护起到了重要 作用而主必导则是一个新兴的海上物流中心 随着南海的经济活动频繁 搭建起物流平台为周边国家的经济交流提供了便利 这与现代经济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 人员的往来、货物的运输 都将推动这里的经济发展输到国际社会的反应 南海的关注度自然引发了各国的探讨 承认、质疑、甚至步步紧逼的言论时常出现 仿佛亲戚家族会有不同的声音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不仅要有盖房子的勇气 还得有足够的智慧去应对这些声音 有人担忧中国的建设行为会影响南海的航行自由 然而通过事实与数据 我们不妨回应那些质疑 在维护航道自由方面 中国一向保持开放态度 南海航行自由并未受到影响 反而 这片新兴的人工岛为安全和航行提供了更加完善的保障 像家里的安全所 保障着每一个房间的安全 因此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绝不仅是体现一个简单的地缘政策 而是一种综合性的国防和战略布局 无论是历史厚重的根基还是现实安全的必要性 这些都赋予了中国在南沙群岛建设的深刻意义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 未来的南海能成为邻国之间友好往来的平台 共同事业的海洋 在安宁与和平中央翻起航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